2022的九合一選舉牽動2024的總統大選 藍綠白都想奪得總統寶座 引發各界的關注 那前總統陳水扁呢 在24號就表示了 台北市徐州路的台大法學院 那個校園連續出了三位民選的台灣總統 而對於2024總統的當選人會是誰 他非常肯定 絕對沒有台大法律系的校友 你怎麼認為 好 我們再看到 國民黨提名2024 要提名誰來選總統呢 3月4號的南投立委補選完之後才在做討論 那但是前立委神父熊就形容了 侯友宜是龍中虎 那等待的就是黨中央把籠子打開 出征2024 而民進黨想要絞足總統大位的賴清德 子弟兵卻狂暴弊案 那英系的陳建仁被問到會不會選2024 他說沒有這回事 2024總統大選 國民黨推出誰還沒定案 不過前立委神父熊就形容 侯友宜是龍中虎 等待國民黨把籠子打開 更預言侯友宜一出征就會當選2024總統 侯友宜一下被比喻是大金剛 現在又被說是龍中虎 被視為是藍軍最強人選 支持著聲聲呼喚 但他為何遲遲不表態 後遺這個人就是不見兔子不殺鷹 他一定要到十足的把握之後 他才會做正式的表態 國民黨現在內部還有一些混亂 也許再讓子彈飛一下 賴清德子弟兵大暴弊案 重創賴清德形象 蔡英文愛將陳建仁被問會不會選2024總統 他給出這個答案 陳建仁在學術界25年 竟然就被戒掉了6次 外界時間長達12年 等於一半時間都在替其他單位工作 陳建仁說他最愛的是學術 抿嘴聽到下巴掉 放X 沒有官可以做的時候就會講說 他是學術是最愛的 南大的大學或者研究單位 就是垃圾回收蟲 以前到現在掛了一堆名字 多少的論文那些裡面 他做了多少研究 接來接去沒有人看一個學子是那麼做光 學術工作如果是你的最愛的話 你幹嘛來 你就回去做你的學術工作啊 學術工作如果是你的最愛的話 那做售貨物是你終身的職子嗎 我看你最喜歡做的是高端的業務啊 陳建仁說選2024沒有這回事 會回學術領域 現在恐怕是賴清德 最想知道他心裡真正的答案 記者張又茨 陳宜蓉 特別報導 海荒鮑魚乾杯XO醬 裡面有嚴選新鮮的頂級海鮮 跟蜜製的獨家配方 還有富含膠原蛋白 還有年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質鮮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豐富 現在購買還有優惠喔 輸入我的優惠代碼 CTI 714 享有折扣喔